當理事長今天跟我們講了很多很多 包括你回報等等 這些訊息都沒有被揭露 對不對 當然 我覺得所以指揮中心 不能夠用粉飾太平的方式 來處理高端疫苗的不良反應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高端疫苗現在在台灣打 他沒有在任何地方打 他不是AZ 他不是莫德納 他不是BNT 因此指揮中心在處理 高端疫苗的時候 他應該要用一個 更公開 更透明的方式 把所有的不良反應 跟可能的狀況讓大家知道 就好像剛才秀芳講的 我們現在正在累積經驗 我不想講全民公測 但是我們現在正在累積 更多的數據跟經驗 因為高端疫苗從昨天開始 才在台灣打 那就是全世界剛剛開始打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第一天第二天打 先前沒有打 前五股人 根本沒有人打過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指揮中心 在處理他的問題的時候 又面臨到說你又沒有進行了 符合國際標準的一些臨床試驗 那麼當然我們就要用更警覺 更謹慎的態度來面對 所以我們才 像剛才理事長不斷的呼籲 就是指揮中心 把所有的不良反應 跟相關的市政 都要用比較高的標準 和嚴謹的態度來處理 不是說我們不相信高端疫苗 而是唯有你指揮中心這樣做 大家才會相信高端疫苗 如果你指揮中心 現在出來粉飾太平 告訴我們天下太平 一切平安 萬事OK 可是接下來陸續發生 各式各樣的不幸事件的時候 你就會讓整個高端疫苗 徹底的破產 所以與其這樣做 不如指揮中心用更高的標準 來處理高端疫苗 讓大家知道說不要擔心 由指揮中心把關 而指揮中心絕對是用高標準 來保護大家的健康安全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 捍衛國產疫苗信用的唯一的方法 等待會兒 等待會兒 看一下 看醫院 可不如指揮中心的 可不如指揮中心的 在吃搖壁中心的 可不如指揮中心的 吃搖壁中心的